对,因为他不管怎么的,他是一个残疾人 我就是真的做父母的,很担心他以后的生活 因为他就是他自己嘛 所以我也让他就是有一个安身之处 刚才听我们聊这些事 你坐在,你站在旁边,你啥心情? 我有点,就是心里特别感激父母 感激父母什么呢? 感激父母对我三十三多年的恳恳的付出 这上面写他有七年的骑行是吧? 对 为什么要七年骑行呢? 他才下岗一年多吧 下岗一年多 那是一份什么工作啊? 岗位是配送 就是那个三轮 就是现在那个 大七三轮是吧? 对,快递似的那种 那为什么七年之后不干了? 因为这家企业它从那个自营店 所为加盟店 所以你是被裁掉了? 对,对 因为我,我现在应的就是 市场活动部助理 就是做嘛,就是执行这方面特别强 对,我会按着企划案 然后去准备一些东西 然后到会场上去布的 这方面 因为我自己能弄得强啊 那你裁掉了之后 你找过其他工作吗? 我是从18年6月30号起 就是被裁员抬掉了 往七月份到二月份 我自己干的闪送 你自己干闪送? 干闪送 我自己在北京住个小房 是一天九 我早上六点出去 晚上大概是十一二点钟 早上六点晚上十一二点 你这要干十七八个小时 对 因为我特别有这印象 那你也还是骑小车轮 不是,这个是骑电动车 你的手抓得住吗? 能抓住 能抓住 但还是比我们要困难一点 稍微困难一点 一天接多少单呢,闪送? 我的七个月干了一千九百多单 一共赚了多少钱? 一共赚了五万多吧 五万多 而且 早上六点起 晚上十二点睡 洗一个小电动车 借了一千多单 挣了五万块钱 几个月来着? 七个月 七个月 对 我最后因为啥不干呢? 因为我手 因为我手不不好使嘛 他们我要戴手套 那个车板呢 就是我容易就是捏不住咋 捏不住咋 所以我就长期不戴手套 把我的十个关键 冷败了 就是骨都疼 可能内风湿的前 关键眼 关键眼 就特别特别疼 所以我不得不 不能做快递了 放弃的放弃 那你投了别的简历没有? 找了 你投了多少分简历? 投了到昨天为止 投了四百零七分简历 我说 我说我财务眼 我也要工作 我要没动作 我不可以 我父母都 都要是做这种 可能是十多 十多年 十多年 可能就白了 那我以后 你怎么走啊 现在我就有这种害怕 这种统计